紧临维港 西望大玉山 南跳港岛 北林九龙 东西河地 顶须抵时 11月18日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在维港支盼举行大楼结构平顶仪式 这座位于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的香港地标性建筑 于2019年4月正式开工 计划将在2021年11月竣工 香港回归25周年 即2022年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那么现在这个项目正在进入一个后期的 机电安装 外墙 室内精装修 以及外围工程 全面的一个进入的一个高峰期 那么也是为最后完工做最后的冲刺和准备 那么整体的工程目标是在明年的年底 2021年的年底竣工 那么竣工以后会大概有半年的一个市运营 去运作调试的一个阶段 整个的这个博物馆预计计划是在2022年的年中 可以正式投入运营 可以开放给公众 2017年6月29日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 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管理局与故宫博物院 举行了新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签署一事 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境外的第一个故宫项目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建设之初就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 因此其空间设计也融入不少传统中华文化元素 那么它整个设计呢看到呢就是一个上宽下距 顶须底实的一个设计 比较像我们中国传统的顶 那这个设计也是非常巧妙 它的这个外面呢有一个金色的铝板的一个设计 就是仿造故宫琉璃瓦的这么一个概念 我们的正门口呢也有这个红色的一个大门 宽12米 4米高 跟故宫的门是遥相呼应的 那在我们的前面那个平台呢有一个就是玻璃透光的一个设计 它的这个曲线呢弧度呢是跟北京故宫金水桥的是一致的 就照搬过来的 这整个的一个设计呢体现了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元素 外观很现代的是一个很现代的建筑 里边融合了很多北京故宫的元素在里边 据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设计 汲取了北京紫禁城中轴空间平面递进的灵感 打造中庭空间垂直递进的内部结构 设有7600平方米展厅 与一个可容纳400多人的演讲厅 以及活动室餐厅商店等其他设施 自2019年4月正式开工以来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项目 就一直处于紧锣密鼓的施工过程当中 2019年末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袭扰全球 面对供应链中断 施工困难等问题 项目组结合实际情况 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创新防疫生产体系 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整个的一个防疫网络体系 总结一下呢 就是我们一套疫情机制 两套这个追踪系统 三套这个隔离分割措施 四套指定动作 我们所有的人员的信息 我们会做一个汇总 那么一旦比如政府公布的 美日公布的疫情的具体情况以后 我们会做一个即时的一个排查 第二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现场的管理中 尽量的用广格化管理 因为我们现在高空机 都是超过800人开工 我们把所有的位置 每一个平面分成9块 我们总共是7层 大概72个分格广过 那所有的工人呢 分成小组 尽量固定在这个区域 或者区域使用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一旦出问题呢 影响的范围就控制得很小 那么截止到目前来说呢 我们这个地盘里面呢 没有发现一种缺点 没有一天因为这个疫情而经过 作为地盘的营建工人 徐永良和邱博森都曾参观过 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次参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兴建 激动之余 他们也坦言 有幸见证北京故宫文化 在香港的创新与发展 希望建成后和家人朋友 一同尽管参观 我肯定觉得很光荣啊 这个项目我也有参与的嘛 所以肯定我在他住这里 去以一个游客的身份 去进去这里 我肯定是那个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那个内心一定很澎湃的 我也去过北京的故宫 对比起这里故宫 北京的肯定比这里大多了 可是这里的设计呢 就比较是偏向创新这一方面的 就是我们也是要跟时代发展的嘛 对啊我也很希望北京的那些展品啊 能够来到香港 也可以让我们香港的市民 还有其他国际的游客 来到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 很多中国股市的特色的一些文物 对我来说 我小时候去过北京的故宫 跟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 去过因为在香港啊 看到的都是石头啊 都是建筑木 很少见到那些比较古老的那些 东西 所以小时候的感觉特别的感动 回到香港之后啊 一直都没有机会再看过 所以现在我有机会去 去建筑这个博物馆 所以我在想以后 我能够带我的孩子啊 我的孩子的孩子啊 我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啊 再来这边的时候 能找回哪些感动啊 对啊我们约定了 以后这个建筑啊 我们都带我们的家庭 一起来这边参观啊 哈哈哈 感谢观看